1938年4月15日 出生于湖南一阳的刘兰英教授 就在她80岁生日的这一天 接受了我的采访 但有些遗憾的是 她一年前生病出院后 丧失了一部分记忆 为了完成这次特殊的采访 我请到了她的先生和女儿 一起陪伴这位老人家 开始了从前的回忆 刘兰英教授 1956年毕业于湖南长沙第一师范 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代汉语研究生毕业 师从林涛朱德西先生 1965年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 曾任中文系主任 国际语言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 教务处副处长 研究生导师 曾在日本京东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 中国古代文学大词典主要编写者 参加过天安门诗超收集编辑工作 为同怀州重要成员 在生活中刘兰英教授也是一位优秀的母亲 她的大女儿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后在美国德州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 二女儿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和皇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 我们今天呢 ATV会了网络电视 请来了两位特殊的老人家 刘教授您好 你好 今天呢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日子 今天呢我给您做采访 是您80岁的生日 所以在这里呢 首先我要跟您说生日快乐 希望您健康长寿 那坐在您旁边呢 是您先生 曾天元先生 曾天元先生您好 那曾先生您呢 您来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是北京有时设定一个总院的 教授级高铁工程师 您和太太呢 一个理科一个文科 两个呢是互补型的 这个学科结合 是这样 那那我在这里呢 今天因为我知道阿姨啊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得了一场病 所以呢术后以后呢 她有些记忆呢 就是丧失了 但是阿姨的经历啊 我觉得值得几代人去尊敬和了解 所以呢在这里呢 也是今天请您来帮忙 帮着阿姨呢 来回忆一下 因为你们这么多年的相濡以沫呀 您一定是非常了解 刘阿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事业当中 还有子女教育方面的 种种 种种的话题和故事 所以今天呢 也请您和刘阿姨一起做我们的嘉宾 来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好多好多年前岁月的故事 刘阿姨呢是在1965年 进入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去工作 任教 那那个时候呢 正好是 北二外呢 是成立第二年 那我们知道呢 北二外呢 是周安来总理呢 亲自去筹建了这么一所大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刘阿姨有什么样的 鲜为人知的故事 可以和我们观众朋友们 来分享呢 他北京大学 1965年毕业 那个时候 正好我 周安来总理啊 那个时候 刚筹备 第二晚学不久 一切的组织机构 人约教师 都在 在那血 血吧呀 组成针结 那个时候 他就 就 跟二外联系了 成此呢 跟二外就是 接下了几十年的 一切职业 一直工作到退休 是这样 当时 从我听到的 一个是很高兴 再一个呢 就是说 二外 有了一个第一外语学以后 二外干什么 我的印象是说 第一外语学业 是真的全国的师资 增后性的 第二外语学业呢 主要是 城市 都外学 就比如外貌啊 外学啊 为什么要 再成立一个外语学业 就是北京呢 我整个印象就是说 主要是 得外 得外的经贸啊 学院学 文化交流啊 等等 阿姨您还能 回应一下吗 就是您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时候 那个时候工作的情形 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我开始是 在二外 那个当他们的 校长啊 当广南 管一切 广南 走 学生 外国人的学生 来学习 或者我 门要转 我都是我在那管 那在二外的 这个初期的建设当中 周恩来总理呢 也经常到二外 去和教职员工啊 学生去接触 您那个时候 还有一些回忆吗 就是和周恩来总理 有接触过吗 跟我讲说 周恩来总理去那 他去他们那吃饭 听他们讲课 然后大家开会的时候 他就要住在下面 他不肯跟大家一起 是 那是文化大革命 跟演讲人一起坐在上面 其实那是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 曾经有几次去二外 提振也一次 周恩来去二外 食堂吃饭 然后秘书给他 去交钱啊 几毛钱 那个时候几毛钱 那个收据现在还在 周恩来是 是 开会的时候 他坐到底下 那是文化大革命 还是非常看重我的 让我过去 他当时教了他们的学生 后来呢 又过了 我又在这边要干 要做事 在我们的中国 在中国我要教学生 我要做别人 不仅仅是教孩子 您还记得吗 您做了一个在学术界 您都说了 您编的书号 整个落起来和您的个子 差不多一样高啊 而且呢 您编了就是最值得骄傲的 在您 哎呦 在我们 因为我们在大概几年前 我们就 我就和阿姨认识啊 所以那个时候 您还很自豪地 拿那个字典呢 词典呢 让我来看呢 您曾经参与过 就是在 呃 在这个 呃 北二外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有一个 中国古代 呃 文学词典 您是总策划 还有和教研石的很多老师呢 一起完成了这部词典的 编写工作 这个是 很文献性的 很有力 很有这个 呃 学术价值的 一部词典呢 您还记得吗 这个中国古代文学 大词典 第一个人是谁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就是我 就是啊 您还记得 太好了 太棒了 对呀 我主持的 我做了一些 还有几个人做了 还有几个人在这 您看 哦 还有几个人做了 是吗 是吗 是意外的 有的是贴近大学的 是吗 现在这些人 还都近在吗 嗯 有几位去世了 是吗 大部分 没办法 嗯 这部词典呢 是用了多长时间完成的 我是主持人 嗯 用了整个就是 从策划到出版 用了多长时间 来 您抱着这份 时间可长了 嗯 这个 这个他出版了 很长时间 是吗 嗯 我来了以后 他们送到这儿来的 哦 好的 好 那我们把这本书放着 您还记得吗 在北二外 建校四十周年的时候 您写了一篇回忆录性的文章 雪泥红爪画当年 雪泥红爪画当年 哎呦你看他 我写的一个题目 对对对 你看啊我发现了 这个刘阿姨啊只要是在他人生当中值得骄傲的这个精彩的部分 他记得非常清晰 多余的东西他都记不住了 是 你看每次 刚才说到这个词典的时候 眼睛一亮 哎 好像记忆也清晰了 我一说到这个题目 他写的这个文章 雪泥红爪画当年 你看他马上就说 这我写的 不别人写的 了不起啊 雪泥红爪画当年是比较早的时候 我那个当时我写一本书 不是这个 是另外一个一本书 不是这个 还有一个当时处办的 我那个时候我还在工作 我也在那个教学生啊 很紧张 我就当时他那个东西啊 是我们学校的处的书 要求我写一本 我就写了一本 这回忆录是不是一篇文章 是一部书对吗 哦是这样子 那您还能回忆起来 就是在北二外那时候工作的情景吗 什么还有什么最值得您回忆的 那时候又年轻 又漂亮 年轻真好 我那个时候的学生还是对我挺不错 学生爱老师是天经地义啊 是 那那个时候还有知道在您的学生当中 有没有特别让您值得骄傲的学生呢 学生很多 嗯 都值得您骄傲 是 我想问问您啊 就是移民以后啊 还有在中国啊 就是您这一生当中 有没有你觉得特别让您感谢的人 他这个人呢 是我很好的人 叫赵贵藩 叫赵贵藩 赵贵藩 这是一个男同志 赵贵藩 对 赵贵藩 这是一个男同志 嗯 他那个现在 赵贵藩比我大两三岁 还健在吗 健在 健在 他现在还在不在我 他是有地学业的一位教授 嗯 开始 后面 啊 不对 嗯 他的夫人 他跟我的关系很好 嗯 我们两个来管这个 好 这个 这部书的这个整个的编著 哈 一起联合编著策划 是 嗯 这个书出来的时候是 已经是 我从这回到中国 嗯 后来又从中国过来 那个才出来 哦 原来的一直都在那 没有认出来 没有印出来 对 所以这本书出来的时候 您特别激动 只要一说到 跟这本书有关系的 甚至让您说 生命当中最感谢的人 您都提的 跟这本书有关系 但是您坐在您身边的这位呢 您的先生呢 是不是您要最感谢的人 是吗 他说我也帮忙了 我帮他有时候 炒一炒稿子啊 什么东西的 哦 是啊 没有办法 我们说当年的理工男 哈哈哈哈 是啊 这个问题可能我都能替您回答 就是您在整个的人生岁月当中 觉得最值得自己 骄傲的事 还是这部书 对吗 还是这部书 对吗 让您感觉到最骄傲的 这本书啊 出来是比较晚 开始 其实那个时候呢 都带来交给他们了 他们拿去出 嗯 那呃 曾伯伯请您来帮阿姨回忆一下 就是他跟您曾经口述 就是讲 他参加这个天安门诗超的这个整理的工作 在那个时候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实际上当时他的工作是很教学工作很忙 嗯 因为我住在我住在军事部网站 他在我们家 他每天要经过天安门两趟去 在这个阵阵阶 他每次利用这个上下班的时候 比如下班的时候参与这个收集 他大量的工作 更多的是把当时他们很多老师 收集了大量的不完整的思潮 然后呢他来整理 嗯 那个时候开始要抓人 嗯 那个书已经出来了 嗯 完了以后呢 有的人退出来了 嗯 然后呢他是继续 坚持 坚持 把工作做 做的 大量的希雷克天安门师朝 那个里面 所有的缺失到古词 有些那个处处的 就是基本上 都是留 全部是由他整理的 所以当时呢 您是阿姨的闲内住 是 但是您那时候是不是也跟着阿姨 担惊受怕呀 对 那时在我们家 原来就是这个 就是你一个 最 最后一本的那个画呀 一个照片 我们一直放着 可能现在还保持着 难得的 所以那一代人的这种情怀 真的是 就是 心里的这种信念 是特别坚定的 谢谢啊 谢谢您 然后今天是您的生日 祝您生日快乐 是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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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